而国际天高科技界或者是可以说是网路传媒的重大消息 则是美国最大电信公司微讯Vorizon宣布了要出售旗下的媒体资产 包括了雅虎 那么雅虎是再被出售 新冠疫情让欧洲出现了第一个无纸本报纸的国家 但是在澳大利亚却出现了本土小报需求激增 甚至有广告商放话 这些本土小报可千万不要转到线上 变成线上网路媒体 他们就不会再投放广告了 搜寻引擎雅虎和线上服务提供商AOL美国线上又要换东家了 这场收购交易预计下半年完成 届时变成前东家的美国电信龙头Vorizon微讯 将获得42.5亿美元的现金 以及等值7.5亿美元10%的微讯媒体股权 当年微讯为了迅速打入行动市场收购数位媒体动作频频 从2015年以44亿美元买下美国线上 两年后再以44.8亿美元收购雅虎的网路业务和美国线上整合 希望能重振显日光彩跟谷歌与脸书抗衡 但几年下来发展不如预期 让微讯打算转移重心 至于这次的买主 是一间叫做阿波罗的私募股权公司 对阿波罗来说 不但发展目标和微讯不同 也看好这一票媒体事业的前景 因为包括TechCrunch等科技网站 今年第一季仍有19亿美元的营收 不同角度看到不同价值 同理也在纸张媒体得到印证 在澳洲第四大州的西澳 仍有多个郊区小镇 稳定发行他们自己的基本图小报 而这位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送报的 就是报社老板本人 拿到报纸 头版不是国际大事 而是跟社区居民息息相关的新闻 就连报上照片的面孔 都是认识的你我他 根据调查 随着大报销量下滑 加上疫情冲击 广告商纷纷转向数位媒体的怀抱 只剩西澳洲仍有五家独立出刊的小报 并且有一群死忠支持者 例如图吉这个小镇 自1980年代至今 这份社区报纸的发行量稳定增加到五千份 让当地广告商愿意持续花钱买下板面空间 而在金鹊花这个城镇也有一份已经初刊四十亿年的小报 期间曾考虑转型做网路新闻 但不止居民反对广告商更放话警告 不过在欧洲已经出现无资本报纸的现象 由巴尔干小国科索沃打响第一炮 而这是科索沃一间大型日报 从天风时期一天可以卖出一万份 到现在印刷机器解满了蜘蛛网 让习惯每天手拿一份报纸阅读的民众无法接受 而看在这位报纸收藏家的眼里 则担心未来会出现历史遗漏的情况 科技浪潮是不可挡 但无论是数位还是平面媒体 都正在经历时代与市场的洗礼 TB新闻综合报道